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事情很严重 失踪案接连发生 调查如何展开 今日说法问您播出 宝贝回家记 各位好 这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这段时间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专项行动 这项行动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 而且通过这个行动也确实帮助了很多丢失了孩子的家庭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带各位到广东省的河原市去看一看 在那儿警方成功地打掉了一个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 而这起案件要从去年十月份的一天说起 2008年十月底的一天 广东省河原市公安局接到了一起110报警 一位焦急的母亲说 十几分钟前自己三岁的儿子彭彭被人抢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 辖区派出所的民警马上追了出去 警方兵分起路追了一个多小时 也没有见到孩子的影子 只得返回 那么孩子到底是怎么丢的呢 彭彭的母亲说 自己在这个交叉路口边做水果生意 已经有几年了 那天她像往常一样跟人做买卖 三岁的儿子彭彭也像往常一样 在水果档旁边玩耍 匆匆忙忙跑进来抱着小孩 把她的嘴上锁住 就上了摩托车就拉个鲜糖方向走了 怎么会这样 这个大白天都会抱着小孩 我觉得事情很严重 彭彭的父母都是外地人 本本纷纷地做生意 没有和谁结仇 孩子被抢之后 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敲诈勒索电话 三岁的彭彭好像突然就人间蒸发了 当时那就摆出这个警察思路以后 一条条这样排查 我就是心感觉我的小孩还在这和言的地方 我就感觉到很近 因为我做了很多次梦 梦到他回到我的身边 划动群众啊 请找线索啊 有没有及到抱有及到这个情况以后啊 等等中后来一直在不停地搞这个案啊 警方通过了种种调查 怀疑参与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至少有三个人 而且他们分工相当明确 配合的也很默契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连孩子带大人全都没影了 并且作案之后他们留下的线索很少 所以一直到今年的二月份 彭彭仍然音信全无 这边彭彭还没找着 另外一边又有一个孩子出事了 这次失踪的孩子叫明明 今年刚满四岁 父母在何元市开了一家烧烤店 每天的生意都不错 明明的父母回忆 事发的时候是晚上八点钟左右 他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营业 一个比较胖的三十几岁的 又过来就说说要烧烤东西 这个肥的银就在他的右边 他的左侧站住 看住他怎么烧 他的小孩刚好也是在左边的 那个空地上那里玩 据明明的父母讲 这一站正好挡住了他们看着孩子的视线 当东西烤好之后 他们就发现明明不见了 我们马上问刚才那个烧烤的银在不在 一发现那个两个人不在了 我们就判断可能是 可能这个两个是参与 这个小孩是不是都给人改走 蓬蓬下落不明 三个月之后明明又不见了 警方分析 这两起案件当中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而且警方怀疑 挡住明明父母视线的那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团伙中的一个成员 现在两个孩子阴性全无 孩子的家长急的是心急火燎 但是另外一方面更着急的还有何元市公安局的民警们 因为泥头案件呢 我这种是最早的 这我这压力是挺重的 当时领导的考虑是不是准备要要病案了 应该说有难度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案件他们所露出的一些个蛛丝马迹不多 我们只能够找到一些基本的这个特点 正当警方加大力度全力侦破这两起儿童失踪案件的时候 2009年4月底 警方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再次发生 在何元市区的一个小百货超市里 一个三岁的男孩宝宝又失踪了 刚好那是九点多了 没什么生日的 一般我带他在里面 他爷爷带他在外面 他要玩沙因为还没冲凉 按照宝宝母亲的说法 他们对孩子的看护一直是很上心的 一个人卖货的时候 另一个人肯定会看着孩子 那么这样的看管之下 孩子怎么还会丢呢 就有一个男的 那个青年的那个男的 他就进来了嘛 进到那里 我家跟我问他要什么 他说要水 因为经营的是小百货超市 店里安装了监控设施 警方看到孩子母亲所说的 那个买水的人 录像显示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22分左右 一个瘦高个的男人进来买矿泉水 在买水的过程中 他一直反复比对 左挑右捡 就在这个人买水的时候 一直看着孩子的爷爷看到 又有一个客人进了门 并且说要到店里最角落的地方买方便面 孩子的爷爷只好跟着进了店 这个客人同样也是挑来捡去 六分钟后 宝宝的爷爷到前台给客人找零钱 在买方便面的客人走后 家里人发现孩子不见了 于是迅速报了警 集二连三的迷案 背后的黑幕如何揭开 失踪男孩如何找到回家的路 宝贝回家记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通过这段录像 警方得到了宝贵的线索 在短短六分钟的时间里面 他们通过买东西来吸引 这个孩子父母的注意 转移他们的视线 并且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将孩子转移走 所以通过这样一串的分析 警方认定了自己之前的判断 并没有错 那就是这个团伙 至少是三个人 或三个人以上在作案 而且他们的作案 是有着周密详细的计划 在反复查看录像的过程中 警方发现了这样的细节 这个瘦高个的男人买水之后 他很明显的向外看了一眼 而这一眼的方向 正是当时孩子玩耍的位置 当发现还有孩子的爷爷 看着孩子的时候 那个买方便面的人也就出现了 而他的出现 很可能就是为了引开孩子的爷爷 让同伴刺激下手 所以画面中出现的这两个人 很可能就是警方要找的人 他们整个这个组织非常严密 分工也是非常明显 可以说这起案件是有异谋 有策划 随即大范围的入户调查站台 不少热心的市民 也纷纷参与到寻找孩子的行动中 2009年4月29日深夜 警方突然接到群众打来的电话 说有一个孩子独自在路边 警方马上将这个孩子 接回了派出座 经过仔细的观察 他们发现 这个小孩很像是十几天前 丢失的宝宝 当宝宝的家人赶到时 他们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孩子 惊喜之余也不免有些奇怪 警方分析连日来的入户调查 似乎已经让犯罪嫌疑人感到了不安 迫于压力 他们才主动送回了宝宝 而在这个时候 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线索 收亡只是时间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2009年5月2日 河原警方兵分几路 将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这四名犯罪嫌疑人也交代了他们 拐卖三个孩子的事实 并且根据这几个犯罪嫌疑人交代的情况 警方安全地将另外两个孩子 从外地解救了回来 当孩子回到父母身边之后 警方也对犯罪嫌疑人 肖远德等人做了更详细的调查 被抓获的四个人都是河原本地人 平时在家务农 几个月前 肖远德说 自己的一个亲戚想要一个男孩 于是几个人凑到了一块 准备趁机捞上一笔 肖远德说 一边是要给亲戚解决问题 另一边自己也想赚点钱 于是他们很快就把目标 锁定在了水果摊边的蓬蓬身上 看着蓬蓬家长忙于做生意 几个人分工合作 趁人不备把孩子给抱走了 之后他们以两万六千元的价格 把蓬蓬卖给了亲戚 由于第一笔钱很容易地倒了手 几个人觉得这个买卖实在是一本万里 于是当有人再次上门 要求买男孩的时候 他们又出动了 之后就是四岁的明明 在烧烤摊边被他们抱走 在这单拐卖案中 肖远德反着点烧烤的客人 负责挡住父母看护孩子的事件 四岁的明明和三岁的宝宝 大多是用这种方式被人抱走的 之后每个孩子都以两万多的价钱卖出 今年四月警方的打击力度不断地增强 为此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把几个参与抢孩子的人给吓坏了 几经考虑之后 他们主动送回了宝宝 当案件顺客的时候 警方也向广大的父母提出了建议 犯罪嫌疑人的目标一般都是生意人 而这些做父母的最大漏洞 就是没有注意看护好自己的孩子 拐卖儿童案件发生了 因为有暴力 因为有视察 加上家长输以防范 犯罪分子容易得手 以致拐卖案件没有发生 无论犯罪嫌疑人说什么 他们拐卖儿童的这种犯罪事实 是不能改变的 但是警方也疑惑 为什么在当地有那么多家庭想要男孩子 而且他们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要去买别人家里的孩子呢 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买孩子的一个村子 我们当地都有这种思想 男人才是残后人 没有男人 没有男兵 人家瞧不起 人家会欺负 当地的村支书介绍说 在这个并不太富裕的村子里 很多人家都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男孩子将来能传宗接代 如果自己家生不了男孩 是件很丢人的事情 按照村民的说法 在村子里 如果谁家生了男孩 就会点灯放炮热闹一场 但是如果生了女孩 可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 也就让很多家庭 萌生了买男孩的想法 5月中旬 肖远德等四人 因为拐卖儿童 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而针对那些买孩子 目前警方正考虑追究他们的责任 因为在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 买卖人口 买卖双方都是违法 对于那些买孩子的家庭来讲 无论你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你的行为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底线 因为法律并没有赋予你 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 而去破坏他人家庭完整的权利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买方市场 才使得拐卖妇女儿童这样的犯罪行为 有可乘之机 截止到目前为止 警方在这一次行动当中 共破获拐卖儿童案件360起 解救儿童447名 我们相信这样的打击力度 一定会震慎的这些也有冲击的 好了感谢您关注本期 今天的视频再见